然後再加一個擠出機 擠出機內就是有一個機械結構 把那個線一直往裡面擠 就是把線材一直往裡面推推推推 除了推以外,它會倒退Q喔 除了一直推一直推 然後它還會圍抽 那個叫圍抽 它會做兩個動作 除了推以外,它還會圍抽 為什麼要圍抽?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一直擠出機 一直擠出機不是爆漿嗎? 特別是如果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硬完對不對? 它不是要跳下一個問題嗎? 你如果一直擠,一直擠 不是一直彈虛,一直彈虛嗎? 三地域表記都有牽絲拉絲的問題 它拉絲的問題怎麼解決? 就是圍抽 它的課程都可以揮什麼 所以你有時候會看到那個線材 那個器官怎麼又倒抽回來 最重要是因為它跳舞 從A跳到B的 中間不加硬 這樣光影打Q回來 不然就一直散散散散 這樣彈虛 回抽是為了解決彈虛的問題 好 一直擠,一直擠 擠下來這邊這個字加熱 鋁塊 這裡有一個方形的鋁塊 裡面有兩個洞 大的洞放加熱鋁塊 不是這樣 有一個加熱的一個東西 那一個專門產生熱量 會把它很快速的加熱到200多度 另外這個小東西 裝感測器的 感測器就是說 力量高的溫度就是維持那個溫度 不然一直加熱就燒壞掉了 然後一直擠 這個黃色叫噴頭 噴頭它有大小 我們現在這個噴頭是0.4的寬度 就是擠出來那個這個孔 就是0.4 0.4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剛才這個是0.2 就是一層的那個厚度 一層的厚度 一層的厚度 OK啦 繼續 來 所以這個擠料的這個東西 是0.4 1 1 1 2 2